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就宣布他們以人成為夫婦 奉聖父聖子聖靈約靈 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謝謝 早年因婚愛情 導致婚姻失敗的藝人鄭敬基 再次在生命中遇到罪愛 來觀禮和祝賀的嘉賓 還包括當年心靈受傷害的一對子女 我看到她在很多地方增長 她細心了 我覺得她多點耐性 還有沒有容易被我激她 真的看得出她愛神很多 天天她都會向我鼓勵 對著我 你有沒有祈禱 你有沒有讀拜博 我家人 Angie 和你們在我錯誤重重的時候 令我成為一個今天可以 配得和Angie一起的丈夫 得到有一對和前妻生的子女 遠到由澳洲和加拿大 飛回來香港參加她的婚禮 接納現任妻子 很多人都覺得不可能 但為何鄭敬基又可以重新被愛呢 可以最終增長的幻想 要跟她也無法由三國 而是江人 這些都是他的經典名曲 八、九十年代 更加在香港的歌、影、世界發展 我記得每天來這裡 就算做唱片工作 做電台訪問 自己是很開心的 因為每天問的事 都可以令自己被人認識多一點 這就是又可以見明星 自己又好像少少開始有名氣的感覺 所以是非常興奮 入行幾年間 受歡迎的程度不斷增加 在名利雙修之下 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鄭敬基 跟自己的信仰越走越遠 我想跟人一切生活 分不出你是否基督徒 寧願別人知道你是基督徒 而且如果你是基督徒 擔心沒有工作 投其所好 無論他甚麼宗教只要 他能夠帶給我事業的好處 已經好像依靠人多點工作 表面上 阿祖得到事業成就的滿足感 但實際上 是活在一個怨氣沖天 終日惡鬥的迷失世界 為甚麼那個人會比我更厲害 我怎樣可以比他好呢 很多妒忌心 所以我最大的迷失是信仰的迷失 性格的迷失 以及忘記了自己是一個普通人 在1990年 阿祖和他第一任太太結婚 無奈相繼生著一對子女 但當時的他對愛的認識很有限 我認為婚姻不代表你懂得愛 打一段婚姻的愛 我想距離愛很遠 婚姻又不代表你懂得愛 我覺得最重要是 那個愛 如果真正的愛 應該有很多犧牲 很少的自我中心 先把對方的需要放在前面 這些以上的我都沒有做過 可以好像供應了他生活需要 就叫愛了 但其實那件事都不牢固 而且你覺得肯跟他在一起 就叫愛 距離很遠 因為你擁有一個人 你買一輛車都是 你不是很愛的車而已 你擁有的東西是用來為自己炫耀 所以我覺得看回自己 又是真的不太懂得愛 結婚後 舉家移民到加拿大 而阿周就經常回香港工作 在最少來多 不懂得愛家庭 更想非民湧現的情況下 在98年 第一任太太決定離婚 而當時身在香港的阿周 因為電視劇烈火雄心的播出 人稀再度急性 阿周面對名利雙修 和淡薄生活的抉擇之下 當時作出了一個 無人猜到的決定 有錢洞在你面前 怎會不拿呢 因為我覺得那件事 就是神奇的地方 我個人這麼懂計算 今次回來 竟然被我一擊即中 這個這麼大的jackpot 在我面前中了 而我逐樣是否定自己 而決定我不繼續留在這裏了 我要買機票 我要跟經理人說 我要跟電視台說 這些全部都不是我會做的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那個才不是我 即是如果你是合邏輯 留在這裏了 反正你都決定了回來 已經被你得了 當然是留在這裏了 就是那一晚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是一些解釋不到的感受 即是直接強烈到 如果你不回去的話 你的損失將會多過 你現在所得的一切 這個訊息在我腦裡 就像別人的Google Translate 那麼清楚 因為婚愛情而離婚的阿Joe 最擔心的就是一對子女 所以回到加拿大 他沒有逃避自己犯的錯 再次重新去愛一對子女 最大的一個就是九歲 另外一個就是五歲 對於一個離婚的人 要跟兒女說 自己的過失是非常困難 因為首先那個人 要先處理自己內疚的事情 因為你只要告訴他 哎呀 是我做得不好 接著他會不會告訴你 好吧 那你下次不要了 但是原來你要說這句話 哇 為什麼你要當他大人呢 那你就要告訴他 失敗了 這麼多事情失敗 你真的很沒面子 小孩子不是跟你說有沒有面子 是你肯肯說對不起而已 對不起之後他只想說 OK 那我們可不可以以後 好好地地生活 阿Joe的前妻 從來沒有阻止他見一對子女 而且以絕神的交道 原諒了他的不中 他見到我跟那些小朋友 有很大的溝通的時候 反而他覺得我自己一個人 還有很大的內疚的時候 他會大量到走過來跟我說 嗯 我覺得你現在 已經做回一個很好的爸爸了 但我看到你轉著臉 你是仇未苦念的 他說小朋友原諒了你 他自己也原諒了你 神又原諒了你 那你要學會什麼呢 自己原諒自己 竟然是一個你傷害過的人 去叫你原諒自己 所以我覺得我是一生裏面 是被一些很大愛的人 去教導了我 你何必要這麼執著 不將這件事交給神呢 在加拿大 阿Joe用了差不多十年時間 跟子女修補關係 同時將她的經歷 在不同的教會分享 阿Joe為了神走前一步 神則剛好為阿Joe 安排一位天使在身邊 從一次分享的邀請 呈定終身 我們其實那個年齡差距 大概接近二十年 初初我也想不到她大我那麼多 雖然我的樣子還看得下 但是你會想即時那件事 就是如果我身體有事 她就要很照顧我 我立即是有卻步的感覺 當我祈禱擺上的時候 都問上帝這件事 上帝有一天 她很清楚有一個 祈禱的答覆給我 她就說 你們兩個都是基督徒 你死了都是上天堂 所以你們都是活在那個永恆當中 但我覺得我很難得的 有一個伴侶可以包圓了這麼多東西 每一個人都有她自己的過去 我不敢說話 是否自己很偉大地再愛她 只不過她也用了她的愛來回應我 鄭經基的生命就好像蝴蝶蛻變 又無從編為彩蝶 曾經只是愛自己 忠於自己 榮耀自己 現在她懂得甚麼是真正的愛 愛是不可以在中間 放下任何人的 在我覺得 不過在世間上找到很難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有很多條件 我覺得在我越多經歷的時候 我覺得最難得的愛就是 能夠很包容 恩典降臨 但同時發現死神暗地裡向她招手 阿Joe的改變 Angie的出現 兩個人憑著信 在認識只有一年就步入教堂 繼續人生的路 好像見到一隻沒腳的小鳥 現在終於落地下 雖然我 老實說我 我不是跟她一樣的信仰 但我有跟她說 很感謝你的主 因為你們的主 是將你們兩個 這麼愛大的人 在一起 去 年近半百的阿Joe 經歷過婚姻失敗 又有一對成年的子女 在世俗的眼光 她和Angie要結婚並不容易 不過她們有著同一個信仰 這份無形的左隔 很快就被衝破 其實因為她周不時隔一兩天 又走來問我一次 來跟我說 你知道我有兩個小朋友 以前結過婚 還有小朋友都還在讀書 我還要供上去讀大學 我都覺得 之前跟她說是OK的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我覺得 神一定有她的供應 我年紀都大 沒有記性 她每天都問我 不是每天的 OK 問來問去 都是那幾個問題 有一天 我在自己的櫃桶底 找到一疊卡 我就想著 有一個感動 不如寫下給她 她經常都不記得 她可以自己拿出來看 所以寫了親愛的鄭敬基 你不需要成功 你不需要完美 你依然是最重要 因為我知道 你是上帝為我預備的另一半 收到這張卡 在晚上十點多的時間 我想如果人生其中一件 最記得這件事就是 這件了 就是她了 我知道 她一寫完這個之後 好像有人幫你拿了一個背包 或者你拿著一個啞鈴 幫你拿起來 那種感覺是 我現在想起 都好像很驚訝 在生命上 阿祖除了再次找到 她人生的伴侶之外 其實還有一班好朋友 默默支持和鼓勵她 一起走過人生多個階段 我最欣賞你就是 其實你這段婚姻就是 其實你這段婚姻就是 真是神的顏 Extra 給你 真是很祝福你 但是你一直以來 我認識你 其實你都沒有想過 是想著再結婚 你一直想著是怎樣 你就是想著決定回到多倫多 去照顧著 嬌嬌和羊羊 所以看到你那十幾年裡面 你真的 是義無反顧 你是全程去做一個 你覺得爸爸應該去做的事 所以當你起初 你和Angie 開始求問整個心意的時候 我們很開心 我們聽到的聲音 真的很感動 到後來整件事 見證到你和Angie 一步一步 成年快令 到你結婚那一刻 你的兒子女兒 去講返對你的感受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很美麗的圖 很好的見證 一件事我很欣賞Joe 例如你問我家庭的事 在你兩段婚姻中間 那種起伏 那種有不同的情緣 而這件事是堅守的 即是說 子女 你永遠都是放在圖畫裡 不是說子女就是 始終兩個人感情就是兩個人 而你將拼湊在圖畫當中 而有些情緣 都以這個為一個必要的考慮 雖然你可能以前有一種 憤怒就是 可能我做不到爸爸媽媽 其實正正就是 反而這件事 是證明你一個家庭人 因為其實在外的時候 這次我覺得她 是不是我的優先次序呢 即是我以前很多時候 無論是自己的興趣 的時間 都會有自己先的 即是我不是沒有自己 但我覺得我很難得的 有一個伴侶 是可以包容我這麼多東西 那我發覺我以前 失去的時候 是因為我這件事 是要跟我先走的 那現在這次來說 最大的分別 是我以她先走的 你如果再去同一個人 愛上的時候 或者她做了你的另一半的時候 或者你的太太 那為什麼你還想這麼多 自己的興趣 要什麼呢 如果是這樣不如你自己 留下單身吧 正當眾賓客為一對新人 送上祝福 在結婚前一個月 他們兩個去加拿大 一個福音之旅 無意中發現 原來死神 正暗地女 向阿周招手 她的四兒長 韋叔叔 是當地一個很出名的中醫 我們一起去探望她 一起去拍照 拍照當然要 你做韋叔叔 你做韋叔叔 把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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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看看有沒有什麼病 她摸摸摸摸 她說 她的樣子又不是很突然 但她說 她說 我這樣寫包單 你的心是一定有事 她就說 你不如回香港找一個 專科醫生去驗一下 她說 如果未出來 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 相隔差不多兩個月 阿周招致為心臟做詳細檢查 做了三個測試都顯示正常 直至做第四個測試 打顯影劑再掃描 才發現有條血管塞了九成 最嚴重的是 你的血一需要時 如果很急 第一就是死亡 第二就是 第一個心臟動脈 那個肌肉跟其他肌肉不同的地方是甚麼 如果心臟病一發的時候 這塊肌肉就永遠損毀了 為了安全起見 醫生建議阿Joe 即時做俗稱通波仔的手碎 但我原來發覺任何一個手術 你只要要進去一個地方 兩個小時是不能動的 都會害怕的 那個害怕就是 他又說到好像沒事 但又有兩個醫生跟你一起做這個手術 所以某程度上都是有一種 我害怕是 好像未把我的愛告訴我的兒女 我是怎樣愛你 如果我現在離開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繼續祝福你了 那就不用說了 我太太剛好結婚沒有多久 我就覺得 就我自己 覺得 唉 好像 這麽短時間裏面 可能就是他要面對一個 這麽突發的情形 都有一個這樣的想法 不知道 做做下 主會不會說 你都幾有信心 好吧你回來吧 你那麽多見證 那就不爭在這個 召你回來 跟著等旁邊的人說 阿周 生前 他臨走之前都很平安的 真的 這些事情 那 既然現在都找到了 那個問題在哪裏 西醫 亦都說 放心吧 通波仔 是一個現今社會小手術 很快就搞定 亦都是半身麻醉 那 我覺得 都很 平安 很OK 阿周覺得 如果當初沒有面對和承認自己的過失 自己不會遇到Angie 亦不會發現隱性心臟病的存在 這一切都是主的救恩 為了回應神對她的恩典 她毫不保留地將經歷和所有人分享 神真的太厲害了 人生最難控制的東西就是 一個不原諒你的以往 或者很內疚的東西 主一定原諒你 你要學會自己原諒自己 然後在結婚那天 他前妻在2001年結婚 他的先生 完了之後走過來握手 他說鄭先生 我知道你很疼你的子女 你不用去別處住了 你回來兩三個星期 你現在香港拍戲呢 你回來我們那裏 他從那天開始 他搬了五次屋 每一次他搬屋 都給他家裡的鎖匙 你隨時看他 我第一次試他 我回來他還來機場接我 接著還給他家裡的鎖匙 隨時出入 到現在都是這樣的人 阿祖很感恩 他覺得神將他帶回來香港 重新為他建立一個美好的家 可以回香港藝能街 給他機會用他的身份做好的見證 我以前很個人主義的 雖然大家會覺得這樣說 你拍戲當然是個人主義的 我想是不同人合作的 在內心裏面盡量希望自己的角色 或者在唱歌的時候 都是大家只留意我就可以了 那你就會沒有很多合作性那種火花 但現在一樣是希望將自己的演技 進善進美 但其實他做的過程當中 是希望整體來說 那個戲能夠有個信息帶給別人 那個人開心很多 以前就是 我怎樣 很計算的 以前是一個很計算的心情 現在是一個很享受的過程 唉 上班上學 車離子散 好看電視的 我希望自由 尋找真摸 追求我要過的生活 你呀 你呀 你即學馬 我記得一個比較具體的例子 就是有一天 本來我是拍第二、第三場的 那天有十場 怎知道突然 因為一兩個演員的時間 就要調到 我去了第二、第十場 中間又不回家 就很長時間 那些化妝姐姐 就跟我說 哎呀 她說阿基真是很慘啊 我說不是啊 我又說 我又不可以這樣說 有什麼開心 我又說 不過呢 我就想不到 什麼原因不開心 我想她就 啊 這麼厲害 這樣想都很好 我想在一個 很感恩的態度當中 自然會想 什麼是她 令到她心存感恩呢 我想那件事 就是見證神的開始 第一步 真正的愛 不是一時三刻 而是長久永恆 今天的阿Joe 回到神的身邊 重新認識到外 神賜Angie給我 是一個 對於我們很多人 對主沒有信心的基督徒 對我 起碼 一個很大的答案 這個一定是 你可以重新做人 如果有人做基督女 你就是新做的人 怎麼可以呢 就是藉著她的一些 這麼豁達 這麼不可能的包容 而說 無所謂 我想這件事 最難得就是 神再次 用一個伴侶 告訴你 她就是這麼接納你 Angie就是我的答案 你再不放下 我都幫不了你 這樣 神的確幫了我 我是一個 很living example 一個新做的人 那